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九节 耶稣对门徒讲了这个故事 有个财主请了一个管家来 料理他的事务 一天有人报告说 这个管家浪费了主人的钱 财主便把管家叫来 说我听到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你管理的事项都交代清楚 因为你就要被解雇了 管家心想 怎么办呢 主人把我解雇了 坐地我没有力气 土饭又怕丢脸 哦 有办法了 我知道怎样保证被解雇后 还会有一大群朋友来接待我 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请来商量 他问第一个人 你欠我主人多少 那人回答 我欠他三千四百公升橄榄油 管家就对他说 把借据拿去快改成一千七百公升 管家又问第二个人 你欠我主人多少 那人回答 我欠他五万公升橄榄油 管家就对他说 把借据拿去改成四万公升 财主也不得不佩服 这个不诚实的无赖 做事精明 的确 世界之子与世界打交道 要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这个故事的教训 是你们要善用世上的资源 使他人受益 从而结交朋友 这样 当地上的财富消失时 他们就会接待你们到永恒的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快做该做的事 这段经文的道德性令人生疑 究竟为什么主人竟然称赞这个管家呢? 看来故事里面的主人 做了不光明的事 按照摩西律法 借贷不能够取利 聪明的人就想出办法 走法律漏洞 借据写明是借油 借货物 然后加上利息 看来 管家将借据上 属于利息的部分删去 只留下本金 是债户应该还的 主人听见 也都无可奈何 只能够赞他聪明 懂得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这个比喻 不是教我们怎样理财 看到主人和管家 你大可以联想到上帝 主人和以色列人 管家的关系 以色列好比上帝的产业经纪 但是就没有将业务搞好 现在上帝就要来开除他了 他应该怎么办呢 法律漏洞的答案 是严谨遵守律法 讲求食物结静 严守安息日 在这个比喻里面 耶稣说 大难就要临到以色列了 距离公元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不原料 那些法利赛人 凡琐的律法细则 可以摆在一边 赶紧做应该做的事 耶稣说 与其将钱财和土地找得紧紧的 不如先用这些来结交朋友 让自己有个长久的去处 这个故事的政治意味浓厚 分明是讲给那些时代的人听 当时很多人都想起来革命 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也都以为耶稣是可以追随的政治领袖 但是 耶稣对他们选取的政治前途 非常忧心 故此用比喻来告诉他们 看清楚局势 做应该做的 善用你们的时间和机会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